让我谈谈这个重庆这个两个姐弟 最楼岸这个生父仍想辩护 其实背后你们能懂 就是这个爹呀 为了和他的这个小情儿结婚 把他两个孩子从楼下扔下来 这个是很悲哀很悲哀的一个现象 这个男子叫张波 他的前老婆叫陈美林 当时呢 他俩恋爱属陈美林的父母 并不看好张波 因为张波当时只是农村的小学学历 他俩当时在工厂打工都是同事 而且给父亲治病呢 就张波给他爹治病 加了还欠不少外债 结果这个陈美林呢 顶入了当时父母反对的压力 非要和张波结婚 他当时认为他嫁给了爱情 然后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张波一心想当老板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个现象 越穷的人越想当老板 他没有本钱 他就让陈美林投资信用卡 和朋友合伙开了个小贷公司 启动资金是从信用卡里结的 由于是张波一个月就赚6万 为了装点门面 他要求陈美林给他借钱贷款 买了一辆39万的奔驰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穷人对财富的欲望 穷人多少有点顺风顺水 那欲望极度膨胀 所以通过这个我接着想说 包括这个重庆的沙漆案 上海的沙漆案 他背后都暴露了一个问题 就是夫妻两个人的层次差别太大 通常男方是小学或初中不到 而且女方有的还是 正儿八经的本科生 所以在这儿我想说一句话 因为我有些员工和学生也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恋爱脑 老认为嫁给了爱情 他没有爱情 我基本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女人一定不能下架 如果女人下架 你早晚要为任职买单 但是这个买单的代价太大 这个人他本来是感性的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本身是个恋爱脑 就更麻烦 而且家庭条件 如果女方家庭条件很好 男方家庭条件太糟糕的话 也要非常谨慎 即便是学历一样也要非常谨慎 这都不是绝对的 我只是给大家参考 因为这个代价太大 你比如刚才我说这个 如果这个陈美玲是很普通的 家里也是初中生 家里也穷兮兮的 你就没有钱给他借款 你家里也没有钱给他借39万 买奔驰 所以张波这火就后来变坏 是陈美玲家里有条件 成了他变坏的吹花剂 所以这时候要搞明白 人家本来是个初中生 人家嫁个一般的人 这辈子可以相安无事 结果你家有条件 你助长了他的人性的恶 你说这个多心痛 然后下面就谈理由 第一个是杨将先生 杨将说嫁人的时候 如果你被有钱人看上来 一定要嫁给有钱人 不要嫁给穷人 因为有钱人选择多 就说表了他不娶女人 如果他人和你在一起 说明他真的喜欢你 穷人和你在一起 他不是真的喜欢你 是因为他没得选 他就这一个 后来杨将说 我每次都这么欠女孩 有奇笑 所以虽然这句话 有点功利 有点世俗 但我还是惨痛 我再说一句话 毛蒙 二流里边的一流作家 他说与穷人结婚 你要负责他的羽昧 负债 灾难 以及他的一切祸害 错误的思想 还有他家庭的羽昧 懒惰 乱 你都要负责 用什么负责呢 用你的生命 你的财富 你的青春 你的事业 以及你的前途 为代价 来负责 所以这些都是 极其惨痛的教训 我发现是个现象 这个现象真的 值得我们思考